台北大巨蛋工程进度约96% 原本期望能赶在年底 柯文哲卸任前完工营运 但现在确定跳票 又卡在中央 让柯文哲一肚子气 就看民进党的良心 不要为了政党利益 牺牲国家利益 这种嘴脸我实在看不下去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也是最起码的政治道德 因为大巨蛋7月底 内政部消防署进行防火避难性能审查 原本60迹象缺失 在审查时中央有一名委员未到 该书面审查缺失却暴增80多项 预定8月25号将再次审查 今年势必无法营运 柯文哲红中央一再卡蛋 越审刁难越多 更好笑的是提出意见的委员 就不来开会 政治是一种价值 不要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 不要为了少数的利益牺牲多数的利益 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把这样的议题政治化 甚至打成口水战 甚至涉及到放水 这不是一个首都市长 该有的一个态度 此外陈时中也抛出大巨蛋解放 认为姚文志2018年提出的方案不错 阴暴斩火 相关的争议可以止了 已经吵了将军20年 拿一个四年前的败军之将的一个方案 拿出来堂塞 当选的话 中央自然会送给他一个当选的大礼 为了台北市长的选举 他怎么可能让柯文哲的成绩单出现呢 如今柯PJ怎么爆气也没用 大巨蛋依旧卡在中央 难免被质疑是为了选举 让自己人好过 对手却很难过 记者正好报道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